古代流行表哥娶表妹,为什么却很少生出畸形?原因其实很简单,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,在文学基因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传承,古籍中记载,他文采斐然,相貌英俊,乃是一偏偏男子,放到现在高低可以出道的程度,王献之的妻子是宗族的表姐西道茂,也就是王献之舅舅家的女儿。 两人恩爱多年,共经患难,但是却被西安公主司马道福横插一腿,逼迫王献之和西道茂离婚,让王献之当驸马,王献之哪怕采用自残的方式,也没能阻止自己最终成为驸马的悲剧。 虽然这个爱情故事听着悲惨,但是王献之和自己的表姐西道茂结婚,放到如今,那不就是近亲结婚吗? 这还是古代宗族的常规操作,他们难道就不怕宗族中出现畸形儿吗? 欢迎收看本宫巴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。 古代名人近亲结婚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,除了王献之和表姐西道茂之外,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也走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,王献之成为驸马之后,和西安公主生下了王神爱,王神爱也是一代才女,可是最后却嫁给了傻子皇帝司马德宗。 论辈分,两人是姑表兄妹的关系,汉朝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逼着娶了自己的外甥女张燕,按照古籍记载,这场婚姻是纯正直的,但有没有发生关系? 也不好说,还有汉成帝娶了自己的表姑许皇后,唐忠宗的第一个老婆是自己的表姑姑,顺至皇帝娶了自己的表妹以及表外甥女,康熙娶了自己的表姐等等,光是皇族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案例。 古代那些士族家庭就更别说了,在医疗技术和科学概念淡薄的古代,古人对于近亲结婚的危害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。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,那就是亲上家亲,让两家人的关系可以更为紧密,除此之外,还有对所谓血脉的重视,特别是一些大型宗族,他们认为自家血脉一定要保证纯正,自家宗族的孩子也更为了解一些, 嫁娶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那么问题来了,从科学的角度去看,近亲结婚必然是存在隐患的,为什么古人近亲结婚,好像什么事都没有? 难道古人相对于如今的现代人,真的身体中有什么神秘的抗体吗?其实并不是,危害是必然存在的,只不过这些内容在古籍中体现的并不多而已。 清朝时期,皇族为了保证自家血脉纯正,兄弟姐妹之间互相结婚已经成为了主流,结果是什么? 乾隆在古籍记载中,一共有十七个儿子,其中大多数孩子都造妖了,最终真正成年的皇子只有六个,成活率仅仅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。 而这样的例子,我们在其他近亲结婚的皇帝身上也能找到不少,之所以我们看到的近亲结婚的古人并没有生下多少畸形了,是因为在当初没有专业医疗设备和技术,对婴儿状态进行检测的年代,很多近亲结婚而降生的畸形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死了。 至于生下来的那些畸形,当宗族的长老或者自己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缺陷之后,第一想法往往不是如何抚养这个可怜的孩子,而是怎么将孩子处理掉,若是自家出生了一个畸形儿的消息传出去了,那会丢宗族的脸,所以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就被抛弃到荒山野岭,又或者直接埋了,也有可能和乾隆皇帝的那些早妖子一样, 在出生后不久,身体出现问题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,按照我国如今的法律,三代之内兄弟姐妹间是不能成婚的,最大可能性降低近亲结婚的危害,在古代近亲结婚畸形儿出现概率不高,也有一种听上去比较可靠的说法,那就是古代宗族男子大多数都是三妻四妾,这些妾往往不是宗族内部的人,他们的孩子未来却会在宗族内繁衍, 他们的出现,让宗族的血缘变得浅薄,但风险依然是存在的,那么古代典籍中是否存在近亲结婚导致恶果的实际案例呢? 答案是有的,并且在皇室例子就不少,我们来说说典型古代近亲结婚产生恶果的鲜明案例, 前文提到的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嫁给了东晋第十位皇帝,被称之为傻子皇帝的司马德宗, 这个司马德宗虽然不算是近亲结婚的成果,但是在西晋, 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和自己的表妹杨燕生下了司马中, 在之后成为了晋朝的第二位皇帝,他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傻子皇帝, 何不识肉迷的典故就出自司马中,传闻司马中在陪伴自己父亲司马炎吃饭的时候, 自己三岁的儿子司马玉跑了进来,司马中当时就叫嚷道, 这到底是谁家的儿子啊? 司马炎非常无奈的说,给我记住了,这是你的儿子。 还有一个版本,则是司马玉和其他的皇子在玩闹, 司马中来听朝,司马炎特地拉着司马玉的手, 走到司马中面前说,这是你的儿子啊? 可以说,司马中的愚笨极有可能就是近亲结婚所导致的。 司马中是幸运的,作为近亲结婚恶果的他, 并没有在出生时被抛弃,极有可能是他在外表上, 并看不出畸形,其他身体器官是健康的, 单纯是大脑发育问题,一直到长大了, 大家都知道有司马中这个人了, 他才展现出自己有缺陷的一面, 此时想处理,已经来不及了, 在皇权不下乡的古代社会。 如果说宗族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纽带, 而血缘就是宗族利益和发展最基础, 也是最重要的根,一个家族发展与扩大的过程中, 血缘的纯正这事可一点都不能马虎, 这点要是没搞清楚, 到最后或许累死累活忙活半辈子, 却都是在给别人做嫁衣, 为了家族的稳定和发展, 选择门当户队,亲上加亲的联姻, 将家族利益关系相互捆绑的更加牢靠, 是当时一些人最喜欢用的方式, 在那个婚姻选择自由度远不如现代, 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, 男女个人的幸福往往都会被家族利益而让路, 就是亲戚才要联姻结婚的, 再说了大家族里, 有着共同的家族背景和文化传统表哥表妹, 往往自幼相识, 从小关系比较好, 这比到外面找一个要更有感情基础呢, 这在一定程度上, 也减少了男女双方在婚姻选择上的困扰, 故表哥娶表妹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形式, 在古代比较流行, 那近亲结婚这么流行, 肯定是会出现很多基因问题, 产生很多问题的, 给我们感觉这种情况少的原因也很简单, 一是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之下, 讲究的是家丑不外扬, 大家想一想, 历史书上其实记载了很多生怪胎, 生妖怪的是, 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别人口中所谓的怪物, 其实就是畸形而另一种描述呢? 一旦生了畸形的孩子, 家族和官府为了避免造成恐慌, 自然会对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干预, 不仅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出去, 反而很大可能会被当成隐私给秘密处理了, 以避免家族名誉受损的风险, 古代的医疗条件下, 出生的婴儿腰折率本来就很高, 这个就连皇帝家都很难避免, 即使一些体弱多病的孩子成长了一段时间, 也为遗传问题而去世, 最后也可能被归咎于命运无常, 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, 也不值得大叔特殊, 除了这一点之外, 表哥和表妹之间的血缘关系, 并不是近亲的可能性也很大, 换句话说, 双方只是名义上的表兄妹, 并没有血缘关系, 也为在古代讲究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, 妻妾之间大部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, 一个家族中的孩子, 很有可能是来自不同母亲, 所以我喊你表哥, 你喊我表妹, 这并不能代表我们之间真的有血缘关系, 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, 男子的父亲有一妻一妾, 男子是正妻所生, 娶了自己姨娘, 也就是父亲小妾娘家那边的女性, 这种情况, 两人虽然有可能名义上是表兄妹成亲, 但其实在血缘上来看, 那根本就没有丁点关系的, 何况古代宗族关系错综复杂, 非常注重人情交往, 有些人出了九足五福的远金, 也常会以表姬相称, 这样一来, 血缘关系已经是非常稀释了, 男女结婚后代出现畸形和问题的情况, 自然就先有发生了,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大环境下, 受到当时社会风俗, 血缘宗族观念, 以及婚姻选择标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, 才会出现流行表哥娶表妹的现象, 在现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 古代在婚配上是没有任何要求的, 尤其是大户人家, 那更是享有较高的自由度, 其实事实上并不是如此, 古人不仅规定了男女可以结婚的最低法定年龄, 也对近亲结婚做了限制, 由于古人的年龄比较低, 为了更多的繁衍人口, 通常官府规定的古人能结婚的年龄是非常早的, 不过朝代不同, 法定结婚年龄也不计相同, 比如说, 唐代规定了男子要年满15岁, 女子要年满13岁, 明代规定男子要年满16岁, 女子要年满14岁, 此外, 男女双方一旦到了官府规定的年龄, 就必须要成婚, 对于那些想要晚婚的人, 官府是不能人, 毕竟人口要上去, 晚婚不可取, 为了督促他们成婚, 还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惩罚措施, 在汉朝校会皇帝时就规定, 谁家要是有女儿15岁至30岁还没有嫁人, 就要罚款600钱, 禁书《五帝记》中也这般记载, 子女年时期父母不嫁者, 使长力配之, 这意思是说, 晋五帝司马延在太十九年冬十月亲自下了一道命令, 一旦家中的女子到了17岁还不嫁人, 当地的长官便有权为女子寻找夫君, 当然, 长官也不能太随便, 毕竟古代的婚配还讲究同性不婚, 这也就是说, 其实古人已经意识到了, 近亲结婚是有问题的, 所以才会制定出这样一条政策, 看到这里, 有些人就觉得古人这政策不科学, 有些同性的不是近亲难道也不允许结婚吗, 话虽这样说, 但并不是绝对的, 因为当时婚姻登记并没有现在这般严格, 同性不婚的原则单指不能与同一父系祖先的男女结婚, 也就是堂亲, 对于同一母系祖先的表亲男女则没有这般规定, 所以在古代表哥娶表妹, 表姐嫁表弟这样的婚姻非常流行, 毕竟古人觉得双方之根之底, 肥水也不用流到外人田地里, 这是一种非常和谐的婚配方式, 即便是在封建时期的皇家, 表亲之间的婚配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, 就拿西汉来说, 汉惠帝的皇后是张氏, 这个张氏是氏呢, 是汉惠帝的亲姐姐鲁阳公主的亲女儿,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, 汉惠帝是张氏的亲舅舅, 汉武帝是出了名雄才伟劣, 他的第一任皇后名为陈阿娇, 这个阿娇是汉武帝亲姑姑管桃公主的亲女儿, 这就是典型的表哥娶表妹了, 皇家都是这种情况, 平民之家这种现象则更为普遍了, 我们所熟悉的红楼梦, 其中贾宝玉和林黛玉, 薛宝钗都属于表亲中的近亲, 薛宝钗是贾宝玉姨妈家的女儿, 是贾宝玉的表姐, 林黛玉是贾宝玉姑姑的女儿, 是贾宝玉的表妹, 天龙八部, 钟慕容妇也是王羽燕的亲表哥, 只是慕容妇一颗光复大雁的心, 根本看不到王羽燕的美, 最终使得这段近亲没有开花结果, 从而便宜了段宇那小子, 抱得了美人归, 除了我国古代有这样的情况, 在遥远的古埃及也有同样的情况, 古埃及法老们为了保证自己的血脉纯正, 只在皇室内部进行选妃, 这也直接导致了古埃及壁画中, 出现了末代几人法老多有身体畸形, 以及智力方面低下的情况, 所以千万不要认为, 古人近亲结婚就什么事没有, 事情有很多, 只不过明面上被记载下来的内容有限, 大多数都被隐瞒下来了, 为了给一个孩子健康的人生, 也为了一个家庭的顺利发展, 近亲结婚万不可取。